他幾乎Visual Studio就三種語言 三種語言其實都平起平坐 VB跟C-Sharp還有就是C++ 這三種語言 那這邊另外就是我剛剛提到 我們如果說今天要重新再多一個 把這個Test Box 那我首先一樣 我就先在這地方把它的ID改一下 那ID的話呢 一般我這地方就把它改一下 ID這個地方 我把這個Test Box 這裡面的ID 把它改成什麼呢 叫TST小寫好了 A 它就是它的名稱 那我如果按一個按鈕 這個地方我旁邊再加一個按鈕 這邊控一個好了 然後旁邊再擺一個按鈕 這個Button Button再把它拖拉過來 那這個Button的話呢 我就叫做複製好了 這上面就給它一個名稱 所以把Button的名稱改一下 叫複製 這地方把它改成 把它改一下複製 複製 好 再來的話 把ID也稍微改一下 這個地方改成它的ID 它的ID叫Button 叫做BTN 我們叫BTN 好 B好了 這樣就不用動腦筋在想 或者叫BTN Copy也可以 那我如果說點兩下之後 要把訊息帶過來的話 怎麼辦呢 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呢 這邊就會出現有沒有 這個Button B Click 好 這邊有個Sub 然後一定會有個End and Sub 好 那前面很多朋友都認識什麼 這個上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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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可可可 意思就是我在這個區段而已 就是說 以前在VP6裡面是一個叫 這個Private 就是私有的 那其實只是名稱不一樣 就是我只有在這個區段裡面有效 如果你看到在Public有沒有 有些前面宣告成Public 有些前面宣告成Public 有些說 我這個程式碼 在別的地方 也可以被使用得到 如果裡面有Sub 或方圈也可以Call得到 但是如果在這裡面 很抱歉 這裡面所產生的程式碼 或者方圈 或者副程式 只有在這個區段裡面有效 別人是不能用的 那這個其實